我们这段节目来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学英文要用猜的 因为我们看到英文字也是长长的 句子更是长篇大论 看到头都昏了像蚂蚁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猜的 那么英文难的就变成容易的 长的就变短的 大的就变小的 那这样就容易多了 那我们在英文里面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两个单位 一个就是单字 一个就是文法的结构 凑合成句子 利用句子来考试及运用 那我们说单字 你一定要念出声音出来 可是单字这么长 我怎么念呢 所以我们就教导大家一个猜字的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都非常的简单 稍微学习一下就可以上手了 当然第二个就是文法 那么文法的学习更是非常复杂 可是文法是一个英美人士的思考方式 你要是没有这个思考的方式 学英文就得应用背的 应用记的 这个是学起来非常的辛苦 相反的 如果你能够具备英文的思考能力 那真的很有意思 看了就会 会了就能够用 那么就是轻松如意 第一个就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做猜字 猜字呢 就是非常简单的规则 第一个规则就是 你在这个单字里面发现有几个母音啊 就有几个音节 所以母音就是AEIOU 以及有一半机会的这个Y啊 比如说study study 这个Y呢 就念成E的声音 所以它就是这个像I一样的感觉 那么我们就看了 比如说这个单字呢 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呢 有两个母音 我们用红色的标出来 这个字呢 叫做记录 记录 我们就念成了record 那么各位看到这个字呢 也是两个母音用红色标出来 所以就有两个音节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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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分解的方法呢 就是把找到的母音向前抓 母音向前抓 比如说看到这个英文字 这里有一个U 这里有一个I I向前抓 所以分解 until until 再看这个字 这个字叫做情形 情形 各位看到有四个母音 那么 在最后面这个tion 这个tion 看起来算是两个母音 可是因为前后甲子音 就好像book一样 book 怎么中间两个欧 前后甲子音呢 仍然算是一个母音 所以念成book 所以这里只能算一个 那合在一起母音向前抓 母音向前抓 所以各位看到 那么就会变成这四节 situation 再来看这个字叫做河流 I向前抓 所以合在一起 re-ver re-ver 这个字叫做模仿 这里有一个母音 这边母音向前抓 母音向前抓 母音向前抓 所以变成 im-ma-te im-ma-te 这样子的四个声音就出来了 看到的就是母音向前抓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么母音向前抓之后 可能这个后面还会有个子音 没有人抓 就由前面的包办 所以我们再说一次 如果母音向前抓 母音向前抓完毕之后 还有人没有被抓到 那这个子音就由前面的母音包办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个r 那么我们的o向前抓 a向前抓 那这个r就暂时没有人抓 就由前面的包办 所以就变成for合在一起 所以资讯这个字 in-for-ma-tion 四个音节 in-for-ma-tion 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再看这个字就更标准了 i向前抓 i向前抓 那么这个c跟这个c就由前面的包办 所以变成野餐就变成pick nic pick nic 两个音节 再看这个字叫距离 这个i向前抓 a向前抓 所以s由前面包办 n由前面包办 所以合在一起 变成三个音节 dis tan s dis tan s 这样子的三个声音 这个字叫做 这个字叫做 marvelous 叫做很棒的 那么这个字呢 各位看到a向前抓 e向前抓 ou 向前抓 所以这个地方的r呢 由前面包办 所以合在一起 mar ver less 三个音节 mar ver less 和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字 marvelous 那么这个看完了这几个简单的规则之后 我们就实际来操作一下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样的字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字很长 因此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按照刚才的简单的这个规则来 第一个先找到母音 所以我们先把母音抓出来 我们看到 哎 这的母音 我们就先用红色标出来 那么一共看到了四个母音 没有问题 那四个母音根据刚才的规则 母音向前抓 所以母音向前抓 母音向前抓 好 各位看啊 母音向前抓 我先做后面分开 这边分开 这边分开 那么C就由前面包办 所以合在一起怎么念呢 spectacular 所以合在一起 spectacular 四个音节 spectacular 这个英文字叫精彩壮观的 所以念出来就叫做 spectacular 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希望大家每一个单字都有声音 那么你先能够知道 它是怎么拆开的 然后听对方的声音 再去模仿 学习就会比较容易了 所以这个字再念一遍 spectacular 那么下面这个声字呢 更长了 这个字呢叫做地中海 地中海 我们看到的母音 我们一个一个一个来抓出来 母音 先把它变成红色的 各位请看 一个一个的把它给列出来 那么最后我们还看到一个 N-E-A-N 那么N-E-A-N 就像刚才的book一样 这个两个母音 甲子音 中间只能算一个母音 所以合在一起 这样子整个算起来 就是五个母音了 那么母音向前抓 母音向前抓 做分开的动作 这边很清楚 那么这边呢 因为这个A呢 向前抓住R 那么前面的R呢 就由前面包办 所以分开来 分开来 所以你看 这个英文字 本来是很难看的 好长哦 现在变成好几个简单的字 那么最长的这个年 就不是跟我们刚才的 BOK一样长吗 那么book 绝对考不到大家吧 这么简单的一个字 book 那这里你看到的是 比book还要短的 另外四个地方 那么是不是这样子 看起来容易多了呢 那各位养成好习惯 一定念出声音出来 地中海就出来了 所以这样子简简单单的 把长长的字 分成一小节 一小节的 这个 再跟着学习念出来 念念念 这样子你的英文就记下来 就能够运用了 看完了拆解字之后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字的联想 这样子也可以把长的字呢 这个想成短的字来做记忆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个绳子啊 这个绳子叫sperine sperine叫扭伤 这乍看之下 的确很难记啊 但是如果把它拆开呢 它不就是前面的sp 加上后面的下语 这个叫做ran 所以合在一起sp 加上ran 那合在一起 这个字变成扭伤sperine 是不是这样子 我相信一辈子 你就不会忘记了 好容易啊 把sp分开 ran 是第二个生字 那这个就叫做 用你已经学会的生字 来帮助你记忆你不会的生字 ran 你早就会了 加上sp 就变成扭伤 这样子记就快了 现在我们就试着做一下分析 各位看啊 一个字怎么样 可以做好多好多的联想 就可以增加你的单字量 那各位看到这个叫做man man是一个男生 中间是a 这要念成大蝴蝶的那个a 嘴巴张大man 这是两个男生 n en 那这个舌头放平 轻轻念a man 所以合在一起man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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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样做联想呢 我们看到这个man 我们说你要做一个大丈夫 那么you在英文里面可以被省略掉 所以呢 省略掉之后用原型动词 就说be a man 请你做一个大丈夫 做一个男子汉 be a man 这个man就是这样的用法 那么如果把man加上ly呢 各位这就变成形容词 各位看到ly 常常会想到它是副词 可是呢 我们在英文里面 ly也可以当形容词的词位 比如说友善的就叫friendly 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manly就是有男人味的 那相对于有女人味的 起步就变成了womanly 对呀 所以manly叫做有男人味的 womanly就叫做有女人味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man呢 后面加上年纪 age 这合在一起叫manage manage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动词 叫做处理 或者是设法 那么各位不能够仔细单字 还要记得整个句子的结构 we won't be 我们将不能够是 是怎么样呢 able 不能够是能够的去 to manage it 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去处理它 without help 没有外面的协助 我们是没有办法单独去处理它的 各位再看这一次的句子 we won't be able to manage it without help 所以这个处理呢 就叫做manage manage还可以叫设法 我们再看下面的用法 I managed 这是过去式 我设法呢 to get out 就是出去 at the right station 在正确的车站 我坐地铁 我想办法 在正确的车站出去 才不会走远路 这就是设法 manage 那么各位再念诵一下 I managed to get out at the right station 那么刚才既然manage 这个字呢 叫做处理 设法 那他如果字尾加个r 在英文里面 如果有er的字尾 一定是一个人 所以他就是专门来处理事情的人 叫做经理 经理就叫manager manager 这个字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那么我们如果把他的字尾加ndent 就是管理 管理呢 就叫做management management 变成我们行政的部门 请各位看啊 这个前面少了you 你呢 please 请呢 talk 是动词 请你去说 跟谁说呢 to our management 去跟我们的管理部门去说 我呢 职权不够 你跟我们上面的人说 所以这句话叫做 请跟我们的经理部门说 please talk to our management 那么这个 刚才的man 加上一个dat 就是日期这个英文字 和在一起叫mandate mandate 在英文叫做指示 叫命令的意思 那这个字很好 比如说去看医生 你要听从医生的指示来吃药 这时候你看到 a doctor's mandate a doctor's mandate 医生的指示 这样子记就比较容易了 那么各位有时候会想不到的 他怎么那么简单啊 刚才的男人man 加上一个go 这就是我们的mango 一种水果叫芒果 芒果就叫做mango mango 那么如果这个男人 后面加个一字尾 那就变成了中毛 这个念man why do you keep 你为什么要留着 the man 这个中毛 of hair 这个头发的中毛 那这是个固定用法 就是留个毛 on your forehead 在你的前额 为什么要留一个 这个中毛呢 你看这个字 就叫做man 中毛 再念它一次 why do you keep a man of hair on your forehead 那么以上 给各位介绍的 就是字 怎么样做 拆开拆解 把长的字 用一个很简单的规则呢 把它拆成 一下结 之后呢 又学习字的这个上下左右 分析做联想 这样子你可以 大量的增加单字量 那这些的学习 欢迎参考 这个我们的荧幕上的两本书 英文字是如何拆开的 跟英文字的家族 英文字的family 相对于字的拆解 跟字的联想 英文的句子 更是我们要学习的 因为我们在听说读写 都要用句子 那么英文的句子 密密麻麻的 看起来非常的复杂 查了单字 还不一定能看得懂 可是各位不要忘记 尽管你看的英文 每一句都不一样 单字也 这个内容不同 可是它的结构 是绝对不会变的 它一定是用主词动词 然后一组一组的字 结合的方式组成的 所以我们只要在这文中 加注这些主词啦 动词符号 还有连接词 子句 分词句构 等等的底线 跟分割记号 那么各位非常神奇的 就是任何英文文章 我们一看就能够明白 所以我们再来 就要给大家介绍 英文的句子是什么 分解这个猜歌的 把长长的句子 变成一个短短 简简单单的内容来看 我们把句子 就想成像一个人一样 人呢 一定有头 有身体 有四肢 这三个主要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这 一二三 所以各位等一下看句子 一定先找到 一二三 找人头 找身体 找四肢 这就是我们的 主要的三个部分 那么有了前面的 这三个部分 再加进去的 我们就像这些东西 叫做我们的后三 或者叫后四 那这些东西呢 就是用来加进去 添油 加注 好像人的衣服 给穿上去 穿衣服 让这个人更漂亮 不过这些就是次要的东西 那么这些细部的东西呢 就请各位进一步的来学习 那现在我们最主要的 就是来实验给大家看 怎么样子 利用这简单的六个符号 来做分析 可以把全世界的英文 都能够一体贯枝 把它裁成一小节 一小节 让大家一看就懂 一懂就能寄送运用 各位看到这个句子 你看到的就是好多 好多的字 但是我们从六个符号的角度来看 是一块一块的 比如说各位请看到这个句子 叫做 There are many people riding bicycles in the park 那我们就开始做分析 首先我们第一个一定先找主词 也就是所谓的找人头 第一叫做layer 我们就用我们的记号单线 来做这个底 而就是动词 我们用双线做底 所以there is there are 就是我们在学校学的有 有什么东西 有了主词动词之后 我们再来就是接上四支 也就是接到第三个字 那我们在主词跟动词之后呢 我们就会习惯上画一个分格线 开始做分开了 所以我们先找到这三个字 There are many people 有很多的人 那么各位看到后面还有字 那这些字在英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衣服 衣服的出现 用来加油添醋的 首先我们先看到这个riding riding呢 它其实是我们之前应该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形容前面这些人 那么既然是子句 前面本来应该要有一个形容词子句带出来的字 这个字叫做who 本来应该说who ride 它在骑 那么ride为什么变ing呢 因为各位请看到这个who可以被省略掉 被省略掉之后呢 本来的rid的旗呢 这个e字尾去掉 加上ing就变成了现在分词 那么这就是变成我们所谓的子句 变成了分词句构 我们就把它画出来 海浪线 海浪线的记号 把它做出来 那看到这些海浪线的 就是形容词子句改成的分词句构 后面翻译前面 有好多人的人 什么人呢 riding riding 后面翻译前面 在骑 骑什么呢 bicycles 骑脚的车 在什么地方骑呢 应 应是介细词 带出来个片语 in the park 在公园里面骑脚的车 所以合在一起 there are many people riding bicycles in the park 一小节 一小节 既是他的声音 也是他的意思 所以这样子学 清清楚楚的 而且你现在就懂了 这里为什么要用riding 那你就可以举一反二 有很多人住在这个大城市里面 there are many people 是不是举一反二 living用ing in the big city 就住在这个大的城市里面 所以好简单的 这六个记号 就可以把每一个句子 做拆解 做分析 那我们当然继续的 往下分析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的people 就是我们的主词 所以我们先找到 主词之后 画一条底线 这个who带出来的 是我们之前讲的子句 子句是后面的东西 我们先把它变成红色 先不要理它 因为我们要先找主词 找动词 这个动词在这里 叫做felt felt就是f-e-e-l 感觉的过去式 所以先找到 一二 再来就是要第三个 接受动作的字 一二三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叫做set and mirrorable 这个and 就是我们的连接词 连接词 就是我们的 这样子的一个记号 连接词 基本上有 连接两个字的 跟连接两个句子的 那这里就是连接 两个字的 所以我们把它 做这个框框的记号 那么这个左边 这个字叫做set 这个没有问题 叫难过的 那右边这个字 也许有的朋友 就不认识了 那不认识呢 这个连接词 就可以发挥一些功能 因为连接词 这个and 表示左右 是相似 相同的 所以左边是难过的 右边这个字 应该也是一个 负面的字 那这个字 应该是什么呢 他们觉得难过 觉得 measurable 那这个字 大概是 就是 也是沮丧的啦 很悲哀的啦 大概就是意思 所以呢 各位看到这个字 那么意思 大概先拆出来 那我们现在 这个字还要念出来 还记得吗 怎么拆字 所以我们就把它 先找母音出来 我们看到母音 把它变成红颜色的 那么后 我们再把它做 拆解的动作 母音向前抓 母音向前抓 做分解 所以各位看到 这样子把它拆开来 所以合在一起 me the re bo miserable miserable 那么这个字 就是感觉到 很不幸的 很这个悲哀的 那么 这个出来之后 我们再回头看 这个形容词 子句 这个who呢 就是我们带出 形容词子句的 这个字 那么我们就用 这个中跨弧 带出来 这个子句出来 各位请看 我们把它先做出来 合在一起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子句的记号 那么这个who啊 就是指的前面这些人啊 had heard 已经听到了 听到什么呢 the news 听到这个消息 听到这些消息的人 那么这个who had heard the news 就是形容此子句 形容这些people 那这个就是我们更细 要讲的过去完成事 他们先听到这个消息 然后就感觉到很难过 所以这叫过去完成事 那这里还有一个 塞进去的一个字 这个叫做 oh oh就是一个 副词的功能 我们把它也隔开来 那么它呢 也不是太重要的字 所以我们把它 变成红颜色的 所以这句话就出现 这样子的一个句子了 那people这些人 什么人呢 who had heard the news 已经听到这些消息的人呢 oh都怎么样呢 felt 觉得 sad and miserable 都觉得难过 而且是非常悲哀的 the young man 我们看到这是主词 这个主词 就是一条底线 然后各位看到这个字 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动词 我们的动词 在这个地方叫做意识 叫做是 是是 是怎么样子呢 先找一二三画龙点睛 我们先看到 这个年轻人呢 然后呢 是 是什么呢 是一个外国人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 就是我们的额外加进去的 那它本来也是一个子句 那它是一个被动形态的子句 who was killed 他是被杀死的 在什么地方被杀死了呢 在这个意外当中死掉的这个年轻人 那么在英文里面 这个子句呢 我们可以把户给省略掉 所以户就不见了 然后呢 逼动词在进一步的省略 留下过去分词 这就是我们的分词句构 分词句构 这个记号就是海浪线 因此呢 我们再把这个海浪线给做出来 各位看到 用海浪线画在它的底下 后面翻译前面 被在意外当中杀死的 致死的这个年轻人呢 就是就是什么呢 a foreigner 就是一个外国人 我们再看下一句 working in a company like this 好各位 这是我们的主词 主词画一个底线 working是动名词当主词 所以呢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这是主词 working in a company 在一家公司 什么样的公司呢 like this 像这样子的一家公司 这个in呢 我们就叫做介细词 like叫像 这是介细词 做分割 所以在像这样子的 一家公司里头工作 然后我们先看到 动词 是 是 就是两条底线 is a wonderful thing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各位看到 这就是我们先 画龙点睛先抓出来 而至于这中间的呢 我们叫做插路语 是用来补充的 那么这个插路语 是一个子句 我们同样的先准备 把子句的记号 先给做出来 所以各位看到 where where 就是带出一个子句出来 那么这个子句 带出来以后 带出一个 这个底线 我们把它一个子句 先做出来 where 指的是在这家公司 形容在这家公司 all employees 所有的员工呢 都是 都是怎么样子呢 friendly 都是非常友善的 在这样子的一家公司 做事 真的是一件 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各位看到 这样一组一组的 画出来 是不是清楚多了 而且呢 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就是念兽 念兽你就会更清楚 更有感觉 而且能够运用出来 working in a company like this 在像这样子的 一家公司工作 这家公司 来个插入语 补充一下 where 在这里面呢 all employees are friendly 所有的员工 职员都非常友善呢 这样子 在这里工作呢 是呢 is a wonderful thing 是一件 很棒的事情 I throw the card 各位看到 这就是一二三 我呢 就是主持 我们 画线 throw throw是 丢 throw twow的过去式 我丢 丢什么呢 我们有了动词之后呢 我们就要做分个线 找出第三个字 丢这个卡片 怎么丢呢 back 那么这就是 我们额外的一些细节了 back 丢回去 丢像谁呢 to jack 丢回给杰克 杰克给我这个卡片 我又把它丢回去 然后怎么样子呢 few reously till him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很精彩的两句合并的分词句构 这个telling him 本来应该是我告诉他 那么这个我啊 本来应该是 这个这里有一个我 那么这个我呢 就是前面的我 所以这个我就可以被 省略掉 我们把这个我 省略掉之后 还记得动词 就要变成分词 成为我们的分词句构 所以这个地方呢 telling him 就变成ing了 所以我就告诉他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分词构句 海浪线 海浪线 那么这边加上一个 无所不在的副词 这个副词在一起 fewriously 就是很生气的意思 那么这个字 也是一个精彩的生字 所以我们也念一下 fewr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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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合在一起 就是生气的 我很生气的跟他讲 跟他讲什么呢 we are not friends anymore 我们再也不是朋友了 现在我们再看下面两句 更有深度的句子 请各位看 jelek叫做时差 就是坐飞机 有时差的问题呢 这个时差这个字呢 是 是什么呢 is 就是一个turn 就是一个名词 一个专有名词 各位这就是一二三 时差就是一个名词 一个什么样的名词呢 各位看到在后面 全部都是用来形容这个名词 这个名词是什么样的名词呢 各位看到后面叫做used 这个used就是我们的形容词子句 变成了分词句构 本来应该是which is used which指的这个名词 这个专有名词是被使用来 被使用来 那各位看到 这个which is就可以被省略 那么子句改成了分词句构 我们就会用这个海浪线 把它给带出来 所以这后面基本上就是一个 整个是一个这个形容词子句 改成了这个分词句构 它是被用来 用来怎么样子呢 to describe 去描述描写 描写什么呢 what happens 各位这是子句 子句呢 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要单独的看 它是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单位 所以我们在英文里面说 一小节一小节 原因就是这样子 你要懂这个道理 去描述 描述什么呢 我们把子句的记号给带出来 所以这个变成了 what 带出一个子句 what happens 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去描述它 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呢 各位看到 混了 混又是带出一个子句 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呢 现在请看 这个子句 我们也做一个记号出来 这个子句就是这样子 一直找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就是子句 when 当呢 the body internal clock 当我们身体里面的 内在的时钟 我们的生理时钟呢 意识的后面 各位来一个副词 塞进去 这个叫做 no longer 那这个副词呢 我们先把它隔开 先不要碰它 因为我们要先找到动词 那这动词叫做 被动语态 这个被动语态叫做 is matched be动词 is 加上matched 叫被什么 被match match就是被配合 被协调一致的意思 当这个身体的内在 时钟是被配合 看中间一个副词 叫做不在 在也不能够配合了 不能够配合什么呢 wit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和这个外在的 叫external environment 叫做环境 跟外在的环境 不能够再配合的时候 所以我们坐飞机 从这里飞到美国去 我们的生理时钟 跟外在的环境 是不能够配合的 我们的生理时钟 是晚上要睡觉 可是对方却是 太阳升起 要工作了 所以当 the body internal clock is no longer matched 当我们的身体时钟 生理时钟 不能够配合 wit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跟外在的环境 不能够配合的 这个时候 所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的生理上的变化 那么去描写 这个生理的变化 去用来使用 描写这些情况的 这样子的一个 占有名词 就叫做一个什么呢 je lag 各位这样子看 是不是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很快地走一遍 再回忆一次 je lag is 那么时差就是呢 a turn 一个专有名词 used 是被使用来 to describe 用来被描述 什么什么情况的 这样子一个专有名词 描述什么呢 what happens 发生了什么事 当我们的身体内在时钟 不能够跟外在的环境 配合的这个时候 所发生的一些状态 这个用来描写的 这个专有名词 就叫做je lag 现在我们看最后一句 这是一个精彩的强调具构 it was 点点点 lat 点点点 这三个字 各位请看 我们叫做强势具构 先不要理它 因为它只是加强语气用的 加强什么呢 把这个故意放在这个位置 来加强语气 这个本来是一个我们的主词 这个主词呢 就是一个名词子句当主词 那这个详细的 这个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下学习 what带出来一个名词子句 表示一件事情 表达一个这个事情的主词 什么事情呢 各位请看 what I had said what I had said 我所说的 我之前曾经说过的那些话 had a said 叫过去完成式 在这个伤害了我的友谊之前 我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这个我所说的这些话呢 动词在这里叫做 killed 就伤害了 伤害了什么呢 许多的这一个 我们后面就是一个分割线 带出第三个字 many lifelong friendships 许多的这个一辈子的友谊 却被我所说的话给伤害了 那各位看到这三个 其实就很简单的知道我的意思了 可是加上这前面的呢 就变得稍微复杂一点 各位看到 它是强势具构 加上这个固定的这几个字 it was 点点点 然后呢 来加强语气 就是要强调这个地方 所以这整句的意思 it was 就是 就是什么呢 what I had said 就是我之前所说过的那些话 that 带出来这个强调的这个具构 就是这些话呢 killed 伤害了 many lifelong friendships 伤害了许多这个 可以维持一辈子的友谊 都因为我的嘴讲坏话而破坏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很精彩的一个英文的句子结构 所以这样子的分析 就把以前本来是一个字密密麻麻的英文句子 变成这样子非常有条理 清清楚楚的一个结构 让大家能够先看懂 看懂之后一定养成朗诵的习惯 我就可以把里面的单字 里面的这些片语 里面的用法给记忆在心 进而运用出来 而各位会发觉很有意思 不管你是什么句子 都可以用这六个符号来拆解分析 那么对于这些文法的教学 以及怎么样利用这六个符号英文法来拆句子 拆完句子还不是结束 更要把你拆会的句子学到的单字 来运用出来 听说读写 所以这整套的学习呢 先教文法 把文法带进阅读句子 阅读句子之后学到真实的东西 哪来听说读写的运用 就请各位参考我们的韩寿课程